大圆满 无修就是你不在修行的时候也是在修 叫做无修 也就是你一切的嘴巴讲出来的话 就是咒语 你的意念呢 就是亲近的佛 你的身体如何转 动就是所应 你的种种的想念呢 就是意的亲近 一切发出来的声音呢 就是语的声音 语的亲近 一切动作都是所应 这个就是无修而修 那密教有专一一家 有离戏一家 有一卫一家 有无修一家 这种层次 最严满最殊胜的应该是密教 他当然啊 当然也叫你祈祷 叫你做大礼拜 叫你做供养 叫你行善 他都有教的 一样都是有教的 但是呢 他还有内法 修气脉明点 还有外法 叫你 身口亦清净 还有进入无上密 真正的密教的礼器 到了无修的大严满 这个不是最严满的一个宗教吗 你在天主教里面 在回教 在基督教里面 顺服两个字是很重要 就是听上帝的话 听阿拉的话 听耶和华的话 就是顺服 那么顺服他去行什么 要去行善 做善事 但是密教不一样了 他超越 他专一的时候 是做顺服的事情 离戏的时候 就要跟上帝平等 到达一位的时候 你就是上帝 到了无修的时候 就是一种很严满的 一种圣人的种种的行为 一般的宗教 像一般的基督 天主非教 是不可能超越上帝 也不可能跟上帝平等 但是佛教本身来讲 可以讲是佛 佛平等 佛跟佛 只要你成就了 你就跟佛平等 这就是佛教本身特殊的地方 比较特殊的地方 尤其是密教 他的修行本身 他有实际上修行的方法 实际上 这个是晋升的这种阶梯 有法 有梯 可以走 可以进入的 可以实修的 真的是密教才是大严满 所以他这边这样子讲 密咒行出述 教前更稀有 那是非常稀有的 很少有的 以前经过了很多的祭祢界 你自己本身 经过很多事的结束 造了很多的罪业 一看到密教的曼多罗 都会给他亲近的 也就是说你的业在怎么中 经过密教的旧度以后 统统会消失掉 旷能正安住 密教是叫你安住的 你能够真正的心 得到的心安 能够住于虚空之中 了解宇宙的真理 无边称咒行 持诵能救众 这个也可以像那个密教的修行 就叫做咒行 能够救度所有众生的 无边 就是无量无边 也就是圆满 真正能够圆满去救众生的 当得无上位 注意此盛行 这是很难能可贵 很殊胜的修行 可以得到无上位 就是最高的了 没有比这个再高的 就叫做无上 可以得到这个无上 最尊贵的这个地位 佛果 妙费罪无后 这一种很微妙的智慧 是没有一点点的污染 其实密教的礼器 已经讲得很清楚 所有的行为 都是清净的行为 没有什么污秽的行为 当一个人成就了以后 他的所有的行为 只要他能够化为空无 所有的行为 一概都是清净的行为 没有污秽的行为 像师尊讲的 你在这个坛城里面 你自己化为光 所有华菩萨 全部化为光 全部安住在悉空之中 这个时候 所有的行为 还不是清净的行为吗 所以我 讲了那个别解脱戒 就是特别解脱的戒 只有你自己本身 能够化光的行为 它就是清净的行为 以前连华生大师 跟一位这个明飞 行双印 很多修行者骂他 骂连华生大师 但是连华生大师 就一刹那之间 把这个明飞化成一个光 这个光升入西空之中 进入连华生大师的身体里面 连华生大师本身在化为光 就变成两条的光 旋转在西空之中 能够把自己本身化为光的行为 就是最清净的行为 这是讲这个密教很殊胜的一种礼器 所以密教的礼器 有时候在险教里面 不一定能够使用 不一定能够讲得通 险教里面讲的这个 这个像杀生戒 很简单的讲杀生戒 险教是 一只蚂蚁都不可以杀的 一条鱼都不可以钓的 但是密教行为很高的话 你有超度的能力的话 你到了湖边去钓鱼 很多人讲说 你一个行者 你怎么可以钓鱼呢 像师尊以前在三密密西湖 现在没有了 以前有钓过鱼 我们一边钓鱼 我一边念咒 然后一边放光照那个鱼 然后把那个鱼转化 马上升上天 或者转世为人 马上交到转轮圣王的手中 让他六道去轮回 谁有这样子的能力 马上把那一条椅 送到这个转轮圣王那里去轮回 谁有那种能力 把一只老母鸡 一下子给他 一下子给他 这个交到这个转轮圣王的手中 叫他去六道轮回 你说好 我不杀生 满街上都是老母鸡 对不对 那些老母鸡满街上走 老母鸭老母鸡呀 在满街上走 你不杀生吗 真的有时候啊 稍微用脑筋想一想 那以前一个密教行者 很高深的礼器 他在湖边钓鱼 一个小孩子走过来问他 师父师父啊 佛教是不杀生的啊